從一半開始錄 不好意思 再來一次 就是用縮圖頁 然後產生新的編輯 不選模板 黑色的大小 然後一行兩列 好 那這個是照片跟照片中間的距離 那我用400點 然後上下我也可以用400點 這個是邊界 邊界 然後左右我用200點 這樣才不會照片太靠邊邊 好 然後再來呢 檔名顯示設定這個地方蠻重要的 因為我希望我的照片下方 就直接顯示那個照片的說明 所以那我是利用檔名來做顯示 所以我只要到時候把說明 就是那個照片的檔案的名稱 直接用說明的文字代替 那它這裡就可以直接抓取那個檔名 就變成說明 所以我就在這邊 設定好字型 好 然後大小呢 這個你可能要試一下那個大小 好 我先用60 好 然後原色 字的顏色 黑色 好 選好之後 你一定要勾顯示檔名 因為你的說明文字就是那個檔名嘛 所以你的主檔名要顯示 那副檔名就把它關掉 副檔名就是點JPG那個 那個叫副檔名 那不要 所以我只要檔名 好 然後那個字呢 會出現在縮圖的哪裡 下面 好 這個地方設定好 設定好之後呢 這是A4的紙張 然後兩張照片到時候會塞在這邊 會塞在這邊 好 這時候呢 我們就要加文 加那個大標題 大標題 好 所以大標題直接用這個T 好 你就隨便先選一個字型 然後它會出現 那你就把它打字進去 好 打進去之後呢 這邊其實都還可以改大小什麼的 好 那而且呢 除了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用這個 好 這個去放大縮小 好 這還是可以放大縮小 然後如果要旋轉 這裡也可以旋轉 這個綠色的旋邊可以旋轉 好 然後這樣子 基本上就完成了 那如果說你想要加一些外框 這邊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叫遮罩 圖面外框 圖面外框 那你可以自己把它放進來 好 放到那個照片上面 那你現在放上去它還沒有那個 還看不到喔 看不到沒有關係 好 然後這個是 這個遮罩應該是整個A4的紙張 不是 這個遮罩也是照片 好 我們先這樣子 好 假設這個照這個成果 所以我們這個板面你做好了 你就把它存起來 好 這裡有一個儲存模板 好 儲存模板 那這個模板以後就可以套用 好 那你要存在它內定的資料夾 這裡就是內定的那個 搜索模板的資料夾也可以 好 第104 或者你要另外存在你的資料夾也可以 好 就按OK 好 這個板就有了喔 那板有了之後呢 以後 以後我們要用的時候 好 各位先坐一下 好 先坐一下 就…